好的同学们我们呢这一小节啊再来看一看这个lamp最后一个环节php的搭建啊来咱们 做好笔记啊咱们在这儿这个叫做php环境搭建啊这个搭建php开发环境啊 就好比我们安装各种其他软件一样啊这个首先啊得解决这个程序 依赖关系啊怎么解决这个依赖关系呢我们在这个CentOS linux环境是不是用这个yam工具能够自动的解决这个依赖关系啊啊 yam工具是最合适的包管理啊工具啊自动解决搜索依赖关系那好我们要安装哪些东西呢 来老师在这给大家贴出来看起来是不是非常之多呀你看他其实都是些什么呢都是yam install-y就是代表默认yes后边呢以空格分割的这就是每一个软件包的名字啊 那比如这个zlib-devzlibxm12-dev啊以及php处理图片的啊php处理这个加密的啊这每一个软件毛啊都是为了让php这么一个编程员支持各种功能以及以及php在这个比如编译安装了等等啊过程当中呢啊以及php需要对这个用户的请求做一个解析 判对这个正责表达式做一个解析需要这么一个pcre-dev库的支持啊所以我们想要正确的使用php最好呢是把这些开发环境啊给他安装上明白吧那首先我们一定是要这个配置好阿里云的yam源才能够自动的搜索这些软件包的依赖那好我们呢打开linux的美女行中端啊来 哎给他放大一点 哎这个呢是老师这个本地的mac中端啊我们想要连接一台linux服务器是不是用ssh加上root192.168178.122啊这是我的这台linux机器哎你看到这他给了你一个提示说last login最后一次登录时间啊从哪登录的呢我们是从这个客户端的ip登录的 也就是说呀我这个mac本地通过nat地址转换啊mac的客户端ip就是他啊我们通过这个178.1啊登录上了这个178.122这台机器明白吧那好我们在这呢啊把把这些依赖关系啊给他复制一下然后粘贴进mini行然后直接回车让他自动的下载安装啊来咱们可以稍微 稍微等他一下这个安装过程他呢如果该软件包装过了且是最新版本他就不装了会直接给你一个提示啊说已经装过了没有装的呢他是会自动的你看帮你下载起安装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整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已经安装了这么多我们这个定义好的软件包啊也就是这里你输入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他帮你解决了这么多的依赖以及更新了一些依赖关系是吧好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我们就是安装php啊解释器以及这个php连接myseq数据库的驱动 啊这个东西怎么装呢也是通过这个yam工具啊自动的就能够给他安装了啊来我们是输入这条命令yam install php啊他就会自动的去搜索这个软件帮咱们下载 然后呢以及php-myseq就是这个程序语言连接myseq数据库必须要的一个驱动啊好-y这个驱动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们打游戏需要下载驱动你买了一个这个独立显卡是不是也得装显卡驱动等等的对吧好那我们在这走那他自动的帮咱们找到了这些软件包且安装完毕了非常好用这个工具啊好在这个 这个php以及连接myseq的配置都整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到了第三步说php啊呃这个解释器呃什么叫做解释器呢啊我们可以理解一下我们说php解释器啊你想啊咱们在这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呢需要和计算机进行对话对吧那你说计算机啊他是一个机器他能听得懂这个人类说的话吗是不是听不懂啊那 我们人类发送这些abcd这些字母组成的代码给计算机他又能够认识吗他其实他是不认识的计算机啊他只认识一个电信号只认识二进制的数据0101这样的二进制的数据啊那么计算机是怎么知道比如我们想打开一个文件或者说这个查看文件夹内容的呢都是因为啊哎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这输一个ls 为什么能够列出这些文件夹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又又是从哪来的呢这些比如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夹是不是一定是从这个磁盘中读取出来的呀那这个ls啊我们就是通过这个batch解释器 他呢是不是Linux的一个share解释器啊他能够把我们输入的这个命令啊转化成机器吗告诉这个Linux操作系统你呢去从 这台机器的磁盘上把这些数据给他读出来因此batch解释器是不是一个翻译官呀对吧 好batch解释器啊可以理解为是翻译官啊他能够做什么事呢把人类输入的这个命令啊翻译成机器需要执行的机器吗啊好那这个batch解释器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php解释器呢php这个编程语言呢啊也需要安装 解释器啊他其实就是一款软件啊才能够这个在Linux上使用啊他的作用呢也是一个翻译官啊他能做什么事呢啊把这个php程序员编写的代码然后给他怎么着呢翻译成机器码啊去执行好那这是我们要说的他那你看第四小节说php啊不需要额外的 呃去修改什么我们直接配置谁呢阿帕奇让他啊支持php的代码即可因为我们最终啊是想通过网站去访问出这个 所以我们最终是通过浏览器请求发送给这个整个的lamp架构啊那只要让最前面的阿帕奇啊和php能够结合通信就行 来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呢啊我们在这打开这个Linux的命令行 然后vim编辑etchttpdconf里边的这个阿帕奇主配置文件打开了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documentroot啊怎么让他高亮的呢我们在这输入一个斜杠啊直接输入相应的关键词 他就能够去找到这些关键词了啊是这么一个搜索指令那好我们说这个documentroot什么作用啊是不是定义这个网页勾目录啊来咱们给他改了啊 我们改不改他都行啊不改他也行那咱们就先不保存退出啊打开他之后啊发现网页勾目录默认长这个样子对吧 来我们背录一下叫做编辑阿帕奇主配置文件啊它是在etc啊这个httpdconf目录下啊这么一个conf主配置文件啊叫做修改如下内容 这个是叫做定义阿帕奇的主网页勾目录啊也就是你的网站资料啊放在这里 以及什么呀以及他的首页文件啊那他的首页文件啊那他的首页文件网页勾目录呢都在这个根换3whdml我们怎么让他去支持php的代码呢我们只需要给他加入如下的这一段配置就行了啊 叫做让阿帕奇啊识别php的程序啊以.php或者.phps结尾的请求 然后呢就让他去返回这个默认的页面文件 就是什么呢index.php这个文件呢需要我们这个手动编写php代码啊来 那我们也待会儿来看一下这php代码呀怎么写的其实很简单 哎发现这儿啊他不支持这个 哎算了咱们先不保存退出啊 我们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啊尽量不要出现注视注视我们在这个笔记中给他写好就行啊 我们再次的编辑他啊在这个document的root里边写入哎不行那咱们还给他删了吧 Html 好那把这些注视给他删了 并且呢你要保证每一行的结尾不要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格啊好那就是这一串信息 来咱们给他做个笔记啊 说 叫做注意 注视信息写在笔记里啊 别写在这个配置文件中 好 那我们在这儿呢 把这些信息啊加进去之后 阿帕奇呢就能够和php认识了 咱们保存退出啊 改完了之后呢我们system 呃先不着急重击他吧 我们来做下一件事 叫做第五步 改完了阿帕奇支持php的 这个配置 我们呢来手动编写 php的代码文件 哪个呢也就是编写这么一个一点php结尾的啊 那我们来编辑一下 在哪编辑呢看好你得在这个网页根目录 要不然这阿帕奇是不是找不到呀 来我们跟编写 跟vr3whtml 来个index.php 在这走 写入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这么一串东西啊 来在这先写一个meta 这个meta标签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定义这个网页文件的编码呀 让他支持中文呢 ch set utf8对吧 然后呢我们写入这么一段代码啊 先写一个中括号 啊先写一个小括号 哎这个 到底叫什么括号呀 反正就是一个括号对吧 那我们在这呢 写上一个问号啊 这是固定的语法 让他干嘛呢 显示阿帕奇和php的连接信息 我们来一个问号啊 php 哎你看他的颜色是不是变了呀 他的结尾啊也得加上一个问号啊 然后呢我们在中间写上一个php 然后加一括号 这是这是这个php的一个 显示健康信息的一个函数 加上一个括号呢 就代表调用这个函数 来并且我们在结尾加一封号代表本次代码 结束啊 咱们写完了之后呢 做个笔记啊 写入如下内容 这笔记写的没毛病啊 咱们保存退出 wq 完事了之后呢 systemctl restart 这个httpd 走 只要他没有任何提示 那就说明你的配置OK了 第六步 重启阿帕奇啊 这个 走 那第七步 好他正确重启写没有任何提示 咱们在这呢 1292 访问这个122走 哎万事大吉 好 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到这个页面啊 就说明你的lamp正确的搭建了啊 老师呢 在这个刚开始 这个搞运运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公司啊 就是来招人招这个 普通的运用工程师 那么我们老大呢 就是也出了一道题 因为那会是16年啊 就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题 就是让这个面试面试者呀 当场来搭建这个lamp 并且呢 是不让他看任何笔记的 他只要能够把这个lamp环境 这个phpinfo的页面显示出来 就说明他对于这个 这个基本网站的大购 搭建架构 就了然于心了 你看这里 所以我们访问这个 阿帕奇的80首页面 他是不是自动出现这个信息了 他呢 就展示了 你看php的版本信息了 当前操作系统的信息了 那阿帕奇的版本号了 你看阿帕奇2.0的 以及 加载的php 配置文件 从哪来呀 啊 然后 底下各种信息 你看 阿帕奇的信息 他应该还有连接这个 连接这个mythical的信息啊 好 那 我们大概看一眼就行啊 这底下都是阿帕奇和这个php结合 php呢支持的一些功能啊 你看比如说这儿啊 他支持的一个mythical的驱动啊 好 只要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啊 就说明你的lamp环境 达建成功了 好 那咱们 可以 跟着笔记来操作一下 叫做 访问 lamp 页面 出现php的 信息 内容 集 正常了 好 那我们 先说到这儿啊